谢谢 谢谢 I'm lonely 但我不是龙利语 不是龙利语 我只是有点孤独 但不是龙利语 我不知道你们做过最孤独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有可能是一个人去看电影 一个人去吃火锅 或者一个人去看病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 你们知道我做过最孤独的事情是什么吗 是我和我的两个好朋友一起度蜜月 他们是陈璐和斯文 我真的跟他们两个一起去度过蜜月 因为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就是当时他们结婚以后准备要去度蜜月了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还缺人吗 然后他们没好意思拒绝我 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三人蜜月团 我们当时去的是桂林 非常浪漫 真的 你们度过蜜月吗 真的好开心啊 你们能理解这种自己不用结婚 但是可以去度蜜月这种心情吗 就好有参与感你知道吗 你感觉你参与到这段婚姻里面去了 但是三个人度蜜月也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很容易走丢 有好几次他们俩差点走丢了 幸好我追上去追得快 不然他们就拖团了 真的 我们在桂林呢 那个蜜月过得非常的充实 白天就三个人一起游离江 晚上就三个人斗地主斗到深夜 我当时我还想 就是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来度蜜月的话 肯定就斗不了地主了 是我丰富了他们的蜜月生活呀 真的 我每天晚上都斗地主斗到深夜 有一天晚上成路问我说 海员 你累吗 我说我不累啊 斗地主这么好玩的事情 怎么会累呢 炸 那天晚上我不只收获了快乐 我还收回了我的份子钱 还有我蜜月团的团费 真的啊 他们结婚已经六年了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他们自己好像不太放在心上 每年都是快到结婚纪念日了 我就会跟他们说 斯文 下周就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了 我们出来一起聚一聚啊 他们的婚姻跟其他人的婚姻也一样 也经历过一些波折 一度要离婚你知道吗 搞得我很担忧你知道 因为我觉得不是他们俩在闹离婚 是我们三个在闹离婚 是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一会儿劝成路不要离婚 一会儿劝斯文不要离婚 说你们不考虑自己也考虑考虑我呀 然后我就说你们要是离婚那我跟谁 我其实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 他们俩跟谁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和陈璐肯定都想跟斯文 陈璐啊 陈璐只是个吃软饭的 谁要跟他 但是呢 就是 但是呢 我知道他们俩 就是一直都离不开我嘛 所以我一直都单身 但是我觉得我也应该去寻找 处于自己的幸福了 所以呢 从去年开始呢 我就养了一只猫 对 我决定养猫以后呢 我就打电话给上海一个流浪猫领养的阿姨 我跟那个阿姨说我要领养猫 你们知道那个上海阿姨是怎么回复我的吗 她说小伙子 你要领养猫是吗 那你有上海户口吗 你有房吗 你的房子是自己住还是跟别人合租 你的收入是多少 我当时打电话打着打着我都懵了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在领养猫 还是要娶这个阿姨 然后阿姨她还问了我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她说小伙子 如果你领养了这只猫 你能不能保证一辈子对它好 我说能阿姨说你就吹吧 你什么都没有 你拿什么对它好臭渣男 我最后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自己花三千块钱买了一只猫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没房没车 没有上海户口 但是我有钱 但是我真的养猫以后 我就没有那么孤独了 猫帮我真的驱逐了很多孤独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 其实我不是真正的有钱 因为买猫容易 然后养猫很难你知道吗 猫随便生个病去个医院就花一大笔钱 真的养猫以后我就发现 花钱太容易了 挣钱太难了 我不知道你们挣钱 觉得挣钱难不难 反正我觉得挣钱真的很难 因为我每天都在想 这个世界上那些属于我的钱 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在干嘛 有没有想我 没有我 他们过得开不开心 可是他们很少会回到我这里来 回来了也是一会儿 又去别人家了 你如果问他们怎么回事 这个家就留不住你了吗 他们会跟你说 家里太孤独了 没有其他的钱一起玩 就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钱总是要出去玩 你如果一定要玩的话 可以从外面多带点朋友 回家里玩了 对吧 像李淡家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多带点回来 回来家里一起玩 这样我们都不孤独了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孤独的梁海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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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海远 谢谢 新跳情况 好 太厉害了 来来来来 抱着我 就是我知道他很不容易 而且他这一路走来 就他一直非常非常想要上台 所以他今天不但证明了自己 而是超常地证明了自己 就我就很替他开心 对 海员这个票是非常高的 因为现场一共只有180名观众 只有八个人没给他投票 怎么好笑都逗不笑 还要怎么样 好 因为获得了三个拍灯 再为海员加上20票 好 厉害了 厉害 这翻身上太漂亮了 所以说节目不能搞上 是吧 后机薄伐 我也很遗憾 我给海员 小心 小心 经过我们的讨论 进展马剑 按谁呀 来个字文又放 加给了海员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场积分赛最终的排名情况 好 本场有暴走王时刻 恭喜梁海员 获得本场暴走王 登上关心宝座 帅哥 可能会让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那边的比赛 大帅 《中国的防增》 《中国的防增》 是 ,"川树本》 还需要 这边的反应 我们 going to 我们将来去 大战 煤 军川公里导臨的 主持人进展马赛 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名次 以及分数之称 但是还是会毫不吝啬的 就是互相帮忙 我们又是敌人 我们又是朋友 我们又是最好的对手 我觉得自己没有辜负他们特别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我是梁海元 对 谢谢 对 我确实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人 所以呢 我特别羡慕一种人 羡慕什么人呢 我羡慕那些名校毕业的人 真的 因为名校毕业的人 存在感实在是太强了 大家想想你们周围 没有一个名校毕业的人 你是不知道他是名校毕业的 因为他会告诉你 对 你知道吗 我是交大毕业的 对 对 自己给自己一点信心 对 而且他有各种方法告诉你 你知道吗 就是当面说了 托朋友转告你了 给你发邮件了 飞鸽传书了 往你家里用飞镖了 总之他会从你的全世界告诉你 他是名校毕业的 你娶了一个名校毕业的老婆 有时候可能半夜醒来 他也会问你说 老公快说一下 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真的 而且名校毕业干点啥都特别容易轰动 你知道吗 就是哪怕去卖个猪肉 对 别人也知道 他是名校毕业的 那个卖猪肉的是北大毕业的 他那个猪肉卖的又大又圆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北大毕业去卖个猪肉 都能够被所有人知道 因为他也告诉了所有人 对 我上次讲这个段子的时候 被一个北大的观众骂了 我怎么知道他是北大的呢 因为是他告诉我的 对 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也是名校毕业 这样简简单单 就能刷一辈子的存在感 但是我上了大学 没什么名气就算了 而且还特别的小 小到什么程度 当时我们那个大学旁边有一个小学 这个小学比我那个大学大多了 我同学还安慰我说 是不是因为他们小学生个子小 才显得他们学校比较大呀 然后我说那你看我个子大吗 我当时还是摸着他的头说的 他的这些耿观众 该有点没有收接住 但是明白的人就觉得特别好笑 真的我那个学校真的又小又偏僻 里面还有很多鸟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还有一只鸟 在我头上拉了一泡屎 我真的很难过 明明说好这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只鸟要如此的叛逆 但是我很快也就原谅了它 因为它也不是故意的 它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因为整个地方就这么大 你说鸟急了 它能怎么办呢 对吧 看一下这边 啊 这边有人 啊 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有人 哎呀 飞出去拉也来不及了 哎呀 憋不住了 看谁倒霉吧 啊 真的 你们没有上过这么小的大学 你们是很难体会的 真的 很难想象 就是在我这样一个学校 还有人拥有了一辆自行车 真的 我有个同学 在开学第一天就有了一辆自行车 他发现他刚骑上自行车 还没来得及登就已经到校门口了 他还问我说海员你说我是不是骑太快了 我说你别骗自己了 是你的车太大了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在开学第一天 他就买一辆自行车 而且他回来的时候还很兴奋 他说海员你知道吗 我刚刚到学校我就买了一辆自行车 是一个学长卖给我的 保养得特别好 学长说他一次都没有骑过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 学长为什么一次都没有骑过呢 就你这个智商 基本上就告别不了自行车了 后来这位大哥就成为了全校 唯一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 存在感爆棚 并且自动获得一个绰号 叫承担车 后来呢我们学校呢 很快就建了一个新校区 这个新校区呢很大很漂亮 可以无拘无束地骑自行车 但是不幸的是 学校领导决定啊 只有新生能搬去这个新校区 我们老的呢就一直留到老校区 一直留到毕业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我们不但失去了新校区 我们还失去了学弟学妹 失去学弟学妹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失去了学妹 这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感情生活 所以有的人甚至开始想 没有了学妹 要不学弟 想啥呢 学弟也没有了 但到我们大四的时候 我们不但没有了学弟学妹 连学长学姐都没有了 那种凄凉的感觉你们能明白吗 就像一个孤独且没有任何责任感的中年人 上没老 下没小 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毕业 毕业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来 我也哭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哭什么 当然哭得最厉害的还是 乘单车 因为他的单车一直没有卖出去 我们那个校区都已经卖出去了 真的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非常开心 因为我本来我也不是什么名校毕业 也没什么本事 但是今天呢 我终于也能靠学校刷一次存在感 所以呢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一下 我的同事彭博 对 他对这份稿子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 我说彭博你怎么这么优秀 彭博说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交大毕业的 好 谢谢彭博 谢谢大家 谢谢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我真的非常的坎坷 非常坎坷 他们那些完全没有上过了 然后我只上来看了第一期 对吧 比他们没上的还惨 真的 对 比他们没上的还惨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我还是单身 我单身的原因 其实跟很多人单身的原因一样 就是你感觉你已经不会再爱了 真的 我感觉我真的老了 我年轻的时候呢 我喜欢一个人 我恨不得把命都给对方 现在有个人 如果说他要把他的命给我 我会觉得很幼稚 快拿开你的狗命 真的 我很羡慕那些 能够从一场恋爱 马上过渡到另外一场恋爱的人 真的 他们的真爱总是能无缝链接 马不停蹄 一个接着一个 没有任何的空窗戏 他们那个桃花运好的你知道吗 好像他们就住在桃树上 桃树还是他们家的 他们完全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空窗戏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只有空窗戏 我全是空窗戏 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个窗子太空了 我这是一个太空窗呀 真的 我对爱情已经燃不起来了 但是我对工作我还曾经拼过命 真的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特别想挣钱 我大学学的是药剂学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医药公司里面做研发 具体的工作呢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 就是会用到一些有毒的化学试剂 这些化学试剂呢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 然后我们公司呢也非常的人性 每个月会给我们一些补贴 一个月一百块钱 然后我有个同事就觉得 我们也太便宜了吧 老板只要给一百块钱 就可以赌我们一个月 我也觉得太便宜了 我就去找老板 我跟老板说 老板 我们还有没有那种更赌一点的岗位啊 三百块钱一个月那种 我能扛得住 一百块钱一个月下来 一点事情都没有 老板说三百块钱都没有 但是有那种一次性赔三十万的 你要不要做呀 现在那个岗位已经空缺了 因为那个同事已经住院了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说老板好像一次性给三十万有点太多了 我怕我花不完 我突然间觉得挣钱还是要踏踏实实 一百块一百块的挣也挺好的 所以就是这样真的很难挣钱 后来我就转行了 我就去卖保险了 真的 你们了解过保险吗 你们知道保险吗 你们愿意做我的下线吗 真的保险公司每天要开早会 两个小时 非常的燃 真的非常的燃 你一天不去开早会 你就觉得一天都没进 你就会觉得完了 今天我已经不是最棒的了 回到家里你都不想出去卖了 真的 你会觉得这保险放在家里就不会坏是吧 卖保险真的要为客户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做过最夸张的一次 是有一次大半夜出去陪客户跑步 那天很遗憾 没有跑过他 被他跑掉了 我失去了一个客户 我当时看着他越走越远的身影 我感觉我突然间理解了他 跑这么快确实不需要保险啊 就真的 要是当时我卖的是1.5倍天涯乳盖 更好吸收的蓝和绵羊奶粉就好了 他可能会反过来追着我买 因为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能跑得像他一样快 可是生活就是这样 由不得我们做主 对吧 我们有时候也想很燃 很想奋斗 每天出门这些摩拳插掌 好像要养了自己 好像要出去参加火把节 结果推开门一盆冷水泼过来 哦 原来我参加的是泼水节啊 真的 我连续五期被淘汰 感觉像参加了五次泼水节 那种感觉 用一个话来形容 就是传说中的凉凉 我都觉得我不是凉海员了 我是凉凉 凉海员 讲脱口秀真的很难 上台的机会也很少 我以前是个新人的时候 老板跟我说 你还是个新人 你要耐心地等待 我现在是个老人了 老板说 我们现在又推新人了 然后我说 老板 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新人呢 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去结个婚呢 老板说 很幽默 但是用的不是时候哦 真的经历了太多的失败 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会成功了 一路走来 我感觉我自己 就像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在火光中 我看见过我的爱情 我看见过我的事业 我看见过我的理想 但全部都幻灭在现实里 我现在只有脱口秀了 我的脱口秀也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期了 我这一期只有拿到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分数 我才有可能进入半决赛 就好像对 就好像小女孩手里只剩下最后一根火柴了 但是我真的不甘心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燃一次 谢谢大家 拜托你们 因为我不想成为梁梁梁梁海元 谢谢你们 谢谢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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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谢谢 谢谢 我是海元 我跟程璐斯文有一个组合 对吧 梁思成组合 对梁思成组合 所以呢去年去年参加完节目之后 过去的一年 我收到了很多情侣度蜜月的邀请 而我呢也凭借精湛的落地主技术赚了很多钱 真的 今年的脱口秀大会我本来不太想参加了 因为我也不想占用太多的公共资源 因为现在你们发现没有 现在80%的明星出事 然后发声明都会说 我不想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看着我们就生气 你知道吧 而且他们还总要强调是 无意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 让我们这些有意要占用 却占用不到人格外的生气 现在饭圈真的太可怕 你知道粉丝最近有多疯狂吗 我去年参加完脱口秀大会 我也收获了几个疯狂的粉丝 其中一个是我同学的同学 是一个二手的粉丝 他看完我脱口秀大会的表演 对我非常崇拜 觉得我将来必成大器 一定要跟我吃饭 我实在推透不过 我就答应了 答应之后我发现 我比他还激动 我还上网搜索了一下 明星跟粉丝吃饭应该注意什么 要不要AA 如果他不肯AA 我怎么办 然后吃饭的过程还挺愉快的 因为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因为他也是广西的嘛 他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广西啊 然后要不要我来接你啊 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他 因为我怕他到时候带太多人来机场接机 又是应援又是送花又是喊口号的 会占用机场太多的公共资源 而且长命搞那么大的 我跟吴亦凡有什么区别 但这个朋友追星 他追的真的很用心 他来之前还做过功课的 他跟我说 你还记得吗 有一年暑假在外婆家 有一个小混混霸凌了你 我说我记得呀 他说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 他现在也是你的粉丝吧 他现在到处跟人说 他当初打过你 还说当初打你 然后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幽默 每次都是一边打一边笑 打得可开心了 搞得他后来都不喜欢打别人 就喜欢打你 我听完之后百感交集 我就想打我就是要成这样 也太没见过世面了 你要是有机会打李弹的话 那么得把你笑死 同时呢 我也为他的无知捏一把汗 我也就是没有流量 我要是流量足够多的话 你不要说到处说打我 你连我的名字你都不敢提 说到两海人 你只能叫我LHY 当然这个粉丝对我非常好 天天给我发消息 嘘寒问暖 还要帮我解决家里的问题 还要约当初欺负我的那个小混混 当面跟我道歉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感动 我就觉得我何得何能 怎么会拥有如此高质量的粉丝 我要跟他过一辈子 我要做他一辈子的偶像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跟我说海员 如果我帮你办完了这些事情 你能不能答应我 让我跟李弹吃个饭 然后搞得我真的很受伤 我说你跟我聊了这么久 你就是为了跟李弹吃饭吗 他说是啊 我真的很受伤 我真心地把他当粉丝 他却把我当中介 我后来才知道 这个粉丝真的很杂 非常杂 他有好几部手机 除了我之外 也经常给其他的明星发消息 进行多元追星 经常追到半夜三四点 黑眼圈非常严重 当然我今天 我现在已经不介意了 因为这个事情 已经过去九个月了 我今天把这件事情 说出来 我也不是为了报复他 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其他的明星 不再受到这样的伤害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以前占用不到公共资源 我今天终于占用到公共资源 所以我才说出来 谢谢大家 我是梁海元 但你们不要叫我梁海元 叫我L了HY 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谢谢 我们今天来聊钱 我觉得人的金钱观 都是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的 就如果你的父母 一直给你灌输 就从小灌输 说我们很缺钱 这种观念 要有可能长大以后 就不管你赚多少钱 你心里面依然会觉得 自己很缺钱 就我小的时候 我真的花家里钱 太有愧疚感了 就是如果我看到 邻居家的小孩 在吃雪糕 我是不敢跟我的父母说 我也要吃雪糕的 因为我觉得 我一旦我也要吃雪糕的话 我们家就要破产了 我一旦破产 全家就要露宿街头了 然后我妈就会一边 带着我在街上游荡 一边骂我 叫你吃雪糕 现在我们全家 只能出来要饭了 所以我从很小我就知道 当你全家 需要出去要饭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糕是无辜的 哇 这么早天啊 王苏龙 王苏龙 给灯给的很松 就我妈经常跟我说 赚钱很难的 你不要乱花钱 然后我问我妈说 那什么是乱花钱 我妈说 只要花钱就是乱花钱 我妈作为一个女人 如果她是马云的目标客户的话 马云的公司可能根本就干不起来 因为我妈会让马云知道 天下全是难做的生意 就李佳琪遇到我妈 肯定也会束手无策 她也只能说 Oh my God 这也太难卖了吧 就我妈真的很神奇 就是她不管花多少钱 她都能花出心痛的感觉 就她特别不理解 矿泉水这个东西 在世界上的存在 就这个水跟家里的水 有什么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在家里喝够了 再出来 这个地球70%都是水 放着这么多水资源 不用你偏偏要花两块钱 再买一瓶水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妈上街 她是在家里喝够了再出来的 结果光上厕所就花了五块钱 我妈真的伤心欲绝 跟我说城市套路也太深了 我要回农村 就我爸是家里管钱的 但是他也不敢乱花 因为谁花钱 谁就是我妈的仇人 有一次我爸突发起想 带我去吃了一个炸鸡 然后他还跟我说 你不要跟你妈知道啊 如果你妈知道以后 我们以后就再也吃不了炸鸡了 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 就是一个中年男人 带着自己的儿子 只是吃了一顿炸鸡 却像出轨一样 怕被自己的老婆发现 我当时我真的是一边吃炸鸡 一边很担心我妈真的来抓我 然后有一次真的被我妈发现了 然后她马上就跟我爸大吵大闹 就像美人鱼里面的张雨琪一样 就破口大骂 我每天在家辛辛苦苦给你们做饭 你们却出来吃一只鸡 这个挺好笑的 相信你们自己 气氛到她那儿就变得特别奇怪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观众突然就冷静了起来 好像 我真的受够了这种不能花钱的感觉 你知道不就是钱吗 我觉得我经济独立以后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我就是要胡乱花钱 我就是要乱花钱 拼命花钱 我要报复性的花钱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要成为一个花花公子 我真的成为花花公子以后 我觉得我终于摆脱了缺钱的感觉 我该吃的是该买的买 我觉得我终于缓解了 我心里面缺钱的那种感觉 我这两年 我甚至还开始了养猫种奢侈的行为 而且我是自己花钱买的猫 我不是领养的猫 我就不要领养 我要用购买代替领养 而且我对猫特别大方 我给它买很多东西 我给它买玩具 我给它吃零食 我给它吃炸鸡喝矿泉水 我就要给它最好的 我让它去跟别人攀比 后来有一次 我带它去了一趟医院 然后我发现 我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真的我给你们 就是如果你们以后要养猫的话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就是还是要尽量买贵一点的那种猫 因为便宜的猫 你带它去一趟医院 很容易它的医疗费 就会超过它的身价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陷入一个道德的困境 因为医生跟你说 这次医疗费要四千块钱 然后你就会很纠结 四千块钱 可是我的猫只值三千块钱 医生要不这个猫 我就不要了吧 就真的 你真的会想 就是明明四千块钱 我可以再买一个健康的 好看的同样可爱的猫 对吧 当然你不会这么去做 因为你跟它已经有感情了 可是感情这个东西 你们爸爸跟你们 催婚的时候 也说得非常明白 感情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然后我们从医院回来以后 我也开始教育我的猫说 以后你不要乱花钱了 赚钱真的很难的 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身价 已经是七千块钱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梁杨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海洋 其实我们这一年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行业真的 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真的是空前的激烈 你知道吗 就尤其是去年 王勉特殊大会夺冠之后 你知道对我们演员的触动 有多大吗 张伯洋最近在练习跳火拳 Rock在练习胸口睡大时 也就是睡他自己 对 王建国还比较正常 王建国在弹琴 弹的是李雪芹 建国说 琴能补着 一个谐音梗送给杨岚老师 别算乱说 你也能看得出来 我为了做好这份工作 为了提升我的喜剧能力 我去年 我还专门跟张柏阳 去东北学习了 原汁原味的二人传 对 真的随心了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特别厉害的喜剧技巧 今天就给你们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今天给我鼓掌的朋友 全部都长命百岁 没有鼓掌的朋友也不错 也能活到99 对 这就是我学到的 最厉害的喜剧技巧 真的 二人传演员太厉害了 真的 我那天看了两个多小时 我全程一直在鼓掌 真的 我手掌都快拍烂了 真的 每个演员 至少有十套要整身的段子 我那天晚上分别为我的生命 我的健康 我的爱情 我的事业 以及我的全家都鼓了掌 那天晚上我的家人 根本不知道我为他们付出了什么 如果我不是一直在鼓掌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真的 那天看完演出 我从那个剧场走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我这辈子的掌声 都被人要完了 真的 如果有个人过来跟我说 海员可以给我一点掌声吗 我会跟他说 没有了 已经全部给里面那些演员了 你要长命百岁 你自己买张票去看吧 反正我已经九千岁了 下个月我就搬到长寿村 对 按照原定的计划呢 我讲到这里应该已经四灯了 但是显然还没有 但是我也没有段子了 所以最后我住所有的观众朋友 和已经拍灯的林校远 强命百岁 强命百岁 好 谢谢 谢谢 没要拍的美业要九十九 这个情况 最后一组 第一个上海要讲的演员呢 在之前的舞台上讲过 他一个一段三个人蜜月的奇妙经历 今天又要讨论恋爱 不知道会讲什么 掌声欢迎梁海远 好久没听到这个 对啊 好久没有听到这个Q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远 最后一组淘汰赛了啊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跟我们脱口秀的天花板 周奇默老师 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选的新人 相当于去年的杨文恩 对 我们三个分到了一组 分完组之后呢 我就完全不担心我的出现问题了 我最近的心态都非常的好 对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坐以待毙 真的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已经不亲自谈恋爱了 他们喜欢看别人谈恋爱 你们有人喜欢课CP吗 对 真的有些人刻CP 真的刻得特别的投入 天天追着人家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结婚真的很难收场啊 真的如果自己刻的CP刻到一起了 比CP本人在一起还要激动 哎呀 刻到了 刻到了 好甜 好上头 我命不要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祝祝幸 这什么话这都是 这没怎么说话啊 真的吗 就把自己杀了 给别人祝祝幸 我都不知道是刻到了哪里 刻到了要害 真的我们刻CP刻得如此的甜蜜 如此的上头对吧 但父母给我们催婚的时候呢 我们又非常的反感 可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仔细想想 父母为什么要给我们催婚啊 因为他们也喜欢刻CP 所以难怪他们看到你跟谁在一起 都觉得特别的合适 天天追着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 你知道吗 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婚礼 本质上就是我们父母 大型刻CP成功的现场 因为父母会叫上 所有的亲戚朋友 一起来现场 分享他刻CP成功的喜悦 就是你们在一边磕头拜天地 他们在旁边 哎呀磕到了磕到了 哎呀 好甜好上头啊 你们家的猪都上头了 快把我杀了给他们猪猪性 当然 刻CP属于妄媒止渴了 对吧 恋爱还是要亲自去谈 因为你不谈恋爱 别人就会给你催婚 你没有人被催过婚吗 真的被催婚真的太可怕了 因为有一些催婚的理由 非常的离谱 因为他们会跟你说 你不结婚 以后死在家里都没人发现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都已经死了 我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我的第一需求 居然是被人发现 我有那么需要被人发现吗 我是一个保障吗 还是说我死了之后 家里会留下一个舍利子 把这个垫子给托莫拉赶上 好像被人发现就亏了 对吧 他们好像死了之后 被人发现是一件 特别光荣的事情一样的 你知道吗 隔壁那个王老头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他怎么好厉害啊 虽然他生前一事无成了 但谁能想到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你看他这辈子都没有白活 你看你不结婚死了 就没人发现 当然这样的催婚理由呢 是没有办法打动我的 对 因为不就是被人发现吗 这能有多难啊 我觉得我临死之前 肯定会给我的好朋友 成禄打电话 如果他还没有死的话 这么客观嘛 我会跟他说成禄快 我快不行了 马上抬我去全上海人最多的地方 人民广场的相亲角 好 我就要死在那里 我要死在那些催婚的人面前 让他们看一看 我死了之后是有人发现的 而且是他们亲自发现的 我要死在他们这个爱情的坟墓里 真的为了应付催婚的压力 我也曾经象征性的参加过一些相亲活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相亲活动 其实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次去一个相亲活动 遇到了一个H2 然后我们见面之后 坐下来就开始聊 他就开始问我说 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你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样的规划 真的巴拉巴拉说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站起来跟他说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后来他还打电话问我说 有消息了吗 我说有一个好消息 他说什么好消息 我说瓜子二手车升级了全新的购车方式 试开七天不喜欢还能免费退 这个商务值得一个掌声 当他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根本不合适 因为不喜欢瓜子二手车的 我们不可能合适 我参加这个节目三年了 这是我念的第一个商务 原来念商务的感觉这么爽 比恋爱还要爽多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梁元 谢谢 谢谢